这个视频我来讲一下带电粒子在磁场中圆周运动的多解问题 咱知道带电粒子在云墙磁场中受洛伦兹力作用做匀速圆周运动 但是由于粒子带电性质的不同 磁场方向的不同 临界状态的不为一 运动过程的重复性等原因 经常会导致题目有多解 下面咱就通过具体的粒子来讨论 首先来看带电粒子性质不同造成的多解 看一个咱比较熟悉的粒子 在直线边界MN上方 有垂直直面向里的云墙磁场 磁感应强度为B 由于带电粒子质量为M 电荷量大小为Q 从边界MN上某点 垂直磁场方向射入 速度大小为V 方向与边界MN的夹角为θ 咱来求一下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时间 咱前面就讲过 要求时间就得知道圆心角和周期 周期咱们推道过 就是RπM比QB 接下来就是圆心角了 那就得先画出粒子运动轨迹 先用左手定则 判断粒子偏转方向 等等 题目中没说粒子带电的性质 那就必须要分两种情况来讨论了 假如粒子带正电 那么使用左手定则 次质跟运动方向相同 粒子向左侧偏转 那轨迹画出来 就是一段优乎 这个咱们之前讨论过 这个角是2C趟 那么轨迹所对的这个圆心角 就是Rπ-2C趟 那么运动时间T1 就是圆心角比Rπ 再乘上大T 您自己把大T带入算一下 结果就是这样 如果粒子带负电 那么使用左手定则 四指与V相反 往右侧偏转 轨迹画出来 就是这一段猎弧 这个圆心角就是Rc 时间T2 自然就是Rc 比Rπ再乘大T 结果就是这样 这个问题中 电荷的正负不确定 造成了多解 那除了电荷正负之外 磁场方向不同 也会造成多解 看这样的例子 以质量VM 电荷量为-Q的负电荷 在磁感于强度为弊的云墙磁场中 要固定的正电荷 做匀速圆周运动 磁场方向垂直于这个运动平面 并且负电荷所说的电场力 恰好是洛伦兹力的三倍 那负电荷做圆周运动的角度 可能是多少呢 咱先分析负电荷的受力 它说电场力和洛伦兹力 电场力的方向 指向正电荷 也就是圆心 但是由于磁场的方向 不知向力还是向外 所以洛伦兹力也有两种情况 或者与电场力方向相同 或者方向相反 它的大小 咱还是能确定的 就是QVB 如果洛伦兹力与电场力方向相同 那么合力就是四倍的QVB 充当相形力Mω2 其中V就等于ω2 约分 那么ω就是4QB比M 如果洛伦兹力与电场力方向相反 那么合力就是两倍的QVB 充当相形力 那这回ωmega自然就是2QB比M了 好了 这次咱们讲了带电粒子在磁场中 圆周运动造成多解问题的两种常见情况 分别是粒子带电情况不同 以及磁场的方向不同 下个视频咱再讲两种常见的情况 现在你先快刷题去吧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